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我們即場嫁勞之有問必答的環節 大家可以把握最後機會 傳電郵問題給我們 ask at bsgroup.com.hk 或者打電話來 204-6566 先看看港股的表現 恆新指數方面 現在升近2點 是23,630點 而國企指數方面 跌5點 13,621點 成交方面有460億 旗子方面跌61點 23,646點 高水16點 社交方面有8萬1千多張 事不宜遲 和郭Sir繼續解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一位家庭觀眾想問一下 編號957的長甲地產 他說星期四就會正式招股 問一下這隻能否抽得過 我看看資料 有消息說引入三個基礎投資者 分為是長實、周大福和基金的石庫門 認購5000萬美元 長實是第一次成為內房股的基礎投資者 問一下郭Sir這隻怎樣看呢 其實在早兩天 已經一直帶出這個問題 一眾的內房股 當然知道全部都是比較低迷的 事實上相對內地的售樓的 刺激的情況來說 內房股似乎來說 好像是不想不想 我不知道市場的資金 仍然比較保守 其實不少內房股現在相對的資產值 節約率很高 加上售樓成績相對比較理想 一眾的內房股 奇怪了 真是一直以來都表現不到出來 這個優勢 但我自己覺得中線來說 一眾的內房股仍然可以作選擇性的給落 至於中間到底要怎樣買法呢 首先當然要看土柱線 如果你的土柱集中在一些主要的城市 例如上海、北京這些貴重的領地的話 當然可以提高一線 沒錯 長甲正正有這個優勢 它不單止有一些 比較高端的 公室的推售 還有一些是別墅的 其實大家知道 別墅在內地的政策 主導之下 已經不容易拿到土地 但它現在手上還有 換句話來說 未來的售樓的收益 的確是教其他來房股優勝 當然 賣樓之餘 長甲仍然有一些 雙下的投資 這裏是提供一個穩定性的租金收入 如果你是 不介意 短期內房股暫時來說 都還是落後於大市的話 其實我覺得 是可以申請的 有三隻股份其實都不同 概念 AIA 大家知道是保險業 接著就是 一隻是 弱業股 亦都可以考慮 另外 長甲來說 如果你是 有一個中線的心態 我認為最好是盡量投資申請 事實上來說 對內房股的看法 我仍然是看得比較好 但以優質的土處來說 長甲的確是看高一線的 明白了 郭Sir答完這條 關於長甲地產的問題之後 又解答一下 家庭觀眾的電話問題 你好 石小姐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是 我想問1288和1398 因為我看到今天跌了 又不進入 但好嗎 另外我持有三四五 今天升得那麼急 好我們先回答 先回答銀行股的問題 看1288 農業銀行方面 升兩仙是4.07仙 另外1398 公司銀行方面 跌三仙做6.2仙 兩者比較的話 郭Sir推薦哪一隻 如果你是作為恒指成份股 做焦點的話 當然是公行 這個不用說 因為農行暫時不是恒指成份股 但如果你說 未來增長的 憧憬 其實我覺得 農行應該可以看高一線 有26,300間分行 遍全國 大部分都在農村方面 其實我已經說了 未來農村方面的增長 或者經濟增長的 動力和比率 應該是相當高的 所以農行未來的設計 我就看得比較好 事實上來說 到現在這一分鐘為止 你看見有3.2仙 才上到4.2仙 一路整固在4元 阻礙水平 浸浸上 浸浸都有資金 一路收集 反而 公行我不是有看淡 但高盛 還有一手 到底何時又要配售 還有何時放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優勢來說 我覺得 農行 是體高一線 但這三兩日 在期止結算前 短期來說 如果真的要把指數 進一步向上推 或者推高更高的水平 除了匯豐中移動之外 中仁壽和各有銀行 包括公行中行 和建行 這些都要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撇除這個因素 如果中期一點 我覺得應該是選農行 至於 其實你提到的 維他奶 這兩天的急升 你要留意 就是 他一路的股價 如果我們看上去的走勢 在6.25元左右 到大概5.9元 或者6元左右 整固了很久很久很久 事實上來講 以一隻零售 或者來稅股 其實來講的品牌 也是相當有效應 我家裡的雪櫃放了很多 核物精 和維他奶 不過我喝的是低糖 其實 每天都一盒 這已經是 不喝就不舒服 所以可以看到 維他奶 是有一定的湧椅 如果這個品牌效應 我覺得 看回市盈率 以往值來說 大概25元的市盈率 其實就不算是貴的 近兩樣的上升 我的解讀就是 一輪的收集 收到完成了 夠了 就把股價 輕輕推上去 事實上來說 有貨在手 拜登的指責位 就繼續向上網 一年來的高位 六個六號三 一旦破了的話 上市7元絕對不出 好啊 謝謝 陳小石 還有什麼要問 要問郭水 我想農行是多少錢 入口 如果 不介意少少的反覆 這些價錢都可以賣 你發覺近期來講 一個月來講 是3.8號 2到4.2號3 現在在4元 在水平 是中間偏上少少的 就算你買完之後 有少少反覆的話 只要你能捱短期的反覆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問題 資金分兩注買 最好 事實上 如果4個零多 或者撐著4元 去買 萬一市真的有技術上下回到 尤其是11月份就比較難看 如果真的有一個調整的月份的話 撐著低位 就再隔著下去 因為可能去到12月或者11月的日子 又再進一步向上找一個新的高點 不要擔心短期的反覆 如果你有中線持有的心態 分階段慢慢買 問題不是那麼大 謝謝 謝謝 謝謝小小姐的電話 拜拜 郭Sir 和你談談市場 你怎麼看 看到恆治 今天是雜幅波動 升下跌下 都是幾點的上落 其實 市場好像跌也結不下去 但是 你說升 有沒有之前那種 上升的動力那麼強 好像現在又弱了一點 沒錯 的確 上升的動力 是放慢了 尤其是 成交金壓剩了 早前我跟大家講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當大市出現連跌兩日 技術上已經有變化 因為升浪一直向上走 如果一旦出現連跌兩日 意味著 今天升完明天升後再升的形態和步伐 有一點改變 要小心 第二件事 在前一個星期五和上一個星期一 連跌兩日之外 在上個星期一到 上個星期五為止 大市出現跌 升跌 升跌 這是鋸齒形態 從一個好的角度來講 大市緊咬高抬而不放 跌不下 這點我承認 不過不要忘記 在上個星期五 指數終於是低收到十篇線流下 這是第一個警號 今天的指數暫時 都在十篇線 在阻礙穿梭 如果今天再收到第十篇線流下 至低限度顯示了 短期不但 上升的動力有一點放慢了 很可能也意味著 稍後的市 會有一個適量的消化和技術上的回調 但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由8月31日的低位 20372點 升到上今個月的14日的高位 23867 一共升了3495點 調整一千幾百點 很正常 反而一直不肯調整 一直向上走 技術上超賣完再超賣 我就覺得不正常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6月升 7月升 8月跌 9月升 10月升 11月是否跌 值得留意 這些形態和步伐 很多時候 雖然很多人沒甚麼要留意 但我一直都會比較關注 如果12月份 市會進一步向上衰 如果11月份能夠有少少透氣 其實最正常不過 只要 由5月開始 一級級上的形態 完全沒有變 即每個月的低位 不斷向上移 這個格局沒有變 更大的高跌 或者更大的升浪 更高的高位 仍然仍在後面 不要忘記 今年的市 已經是一個先低以後高 意味著更高的指數 仍在後面 只要 資金仍然充裕 利息仍是低 經濟仍然好 企業仍來今年勝牛鏈 勢頭仍然是向好的 我知道大家如果對市有甚麼疑問 亦可以把握機會打電話來問我們郭Sir問題 大家記住電話號碼 明天可以打電話來 204-6566 或者傳電郵問題問我們都可以 電郵地址是 ask at bsgroup.com.hk 問郭Sir 以上提及過這麼多隻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看看恆指方面 現在跌5點 23622點 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